2020年12月30号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 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副条件上市 今年的1月1号起 重点人群开始陆续接种 那疫苗的生产状况如何 后续产能将如何扩大 跟随记者到国药集团 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去了解一下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下线的这个疫苗 这个生产线采用的是 比较先进的技术 那么我刚才估算了一下 一分钟的这个生产线 就可以下线300支左右的疫苗 一箱箱疫苗在完成包装后 被源源不断地送入冷库 等待发往全国各地的接种点 为了提高疫苗生产的效率 一些新技术新设备得到了应用 在包装生产线上 这个灯剪机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通过灯光照射和高速摄像机拍摄 可以检测疫苗液体是否浑浊 有无异物 灌装量是否符合标准 玻璃包装有无划痕等 效率是人工检测的数十倍 目前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 新冠灭活疫苗 年产能达1.2亿剂 而在这个车间的不远处 一个崭新的疫苗生产车间 已经建设完毕 目前正在进行设备和工艺验证 投入使用后将能保障 年10亿剂的产能 生产疫苗首先需要将毒株 接种到细胞中进行培养 因为新冠病毒有空气传播的特点 疫苗的生产对安全性要求很高 需要在高等级生物安全车间里进行 最大来自于一个就怕泄漏 后来威建委组织相关的部委 制定出了车间生物安全的要求 经过专家的评审 所以现在可以来做了 我们一般在这个P3车间里 是三级防护 第一级就是这个设备本身 就是你培养病毒的这个罐子 不能有泄漏 第二部分就是这个车间 车间要是负压车间 而且要使用完病毒 是要及时的消杀 第三部分就是整体的这个建筑 那么这个建筑呢 要耐这个8级以上的地震 而且它的电源呢 是24小时供应 不能断电 除了保障疫苗生产过程中的绝对安全 每支疫苗在完成灌装后 还要经过多道工序进行质量检查 保证出场疫苗的废品率 不超过2%到3% 与以往疫苗不同的是 新冠病毒疫苗每个包装盒上 还要进行激光达马编号 每一支疫苗 它有自己的像我们身份证一样 每个人有一个 这个疫苗它的制造过程都能查出来 也可以扫码以后打给谁了 将来这个打了以后 这个情况怎么样都存在了 往回可以追溯它从哪来 往前可以追溯它到哪去 但不过来的 Xingqiu 你能够找到哪里的情况都能查得 你能够找到哪里的情况都能找到哪里的情况都能查到哪里的情况都能发展了